台北鱼市 台北鱼市 海鱼屋 海鱼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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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欸ASHI 現在五人就在台北鱼市 如果你喜歡吃海鱼市 如果你喜歡吃海鱼市的朋友 你不需要特地跑到郊區 魚港 才有新鮮的海鱼市 其實在台北市就有了 台北鱼市最主要就是來逛 上飲水廠 來上飲水廠之前呢 我們先要了解一下交通 我要如何坐公車到台北旅室呢 現在走吧 現在我要怎麼搭公車到台北旅室呢 首先你先搭捷運到圓山站 1號出口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往前走 盡量靠左側 現在就前往後車停 我們最主要是要坐 紅武林和 542號公車 我們先來看一下542號公車 我們現在在捷運圓山站 我們就直接坐到台北旅室 這邊有一個重點大家要注意喔 例假日停車 也就是說 它只有行駛平常日 假日是沒有行駛的 它班次也比較少 接下來就是紅武林號公車 你可以看到它的班次非常多 我們在捷運圓山站 我們要坐到哪裡呢 我們要坐到第二果菜市場 我坐過了大概10分鐘就可以到了 這個後車停就是第二果菜市場 搭乘紅武林的下車處 它的回去後車停就在對面 你可能要走過去 被這個高架橋擋住了 現在我們要如何走到台北漁市呢 一樣我們要走到對面的馬路去 前方有紅綠燈 我們從那個紅綠燈 穿過這個高架橋 好 當你走到這個7-11的時候 前方的路口右轉 走進去你就可以看到台北漁市了 順著路走過來之後啊 你會發現這邊有542號公車的障礙 如果你是搭乘542號公車的朋友 你會在這邊下車 下車之後呢 前方就是台北漁市了 也就是說 542號公車是離台北漁市 最近的一個公車 542號公車回程的站牌在哪裡呢 你就去往前走 過了這個馬路之後啊 你就可以看到 前方就有個站牌 這個站牌就是回捷運站的 現在我們就走到台北漁市吧 這裡就是台北漁市了 上面就有一個非常大的台北漁市的招牌 往左邊走呢 你就可以看到 上癮水產的招牌 其實你要在哪邊進去都可以啦 現在我們就進去看一下囉 這樣子 現在我們要在哪邊 到哪邊到哪邊 都可以看到 我們在哪邊到哪邊 你這樣做什麼 有一個大量不一樣 你這樣做什麼 我會看到 你這樣做什麼 你這樣做什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但是越多人越好 因為一個人來這邊吃真的很虧 沒有分母可以去分攤 好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就分享出去點個讚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的話就趕快訂閱 順便打開小鈴鐺 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我的旅遊和交通資訊 謝謝 掰掰 小鈴鐺